第一个人体其实也都在成大量的自由气 第二个由于我们现在其实在生活的时候 难免也都会布置在这些外源性 有可能会产生自由气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目前刚刚您也提到了 其实这样会造成一些氧化压力所存在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才有很多的这样子抗氧化气 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听到的 比如说像维他命C 它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抗氧化剂 可是我们又听到就是说 氢分子它被日本学者 被他们称为说它是最接近完美的抗氧化剂 那相较于刚刚讲的维生素A、C、D这些 氢分子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或是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可以让日本学者来称为说它是接近完美的抗氧化剂 像维生素C刚才您所讲的 没错它是很强的抗氧化剂 但是它切点是它是极性的一个化合 所以它没有办法穿过细胞化 所以大部分的抗氧化剂都没有办法穿过细胞化 但是唯独氢分子已经被证明 具有八个特性是其他的抗氧化剂所不能积的 第一个它能够穿透细胞化 第二个很重要它能够直接进到立线 很多抗氧化剂完全没有办法进到立线 所以它没有办法清除里面的 就可能是这个自由线 第三个它能够穿透我们的脑血障碍 那也很多抗氧化剂根本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脑部 那么第四个它有抗花园的功效 第五个它能够抗敏感 第六个它能够抗细胞凋亡 同时它还有个物理性质非常重要 就是扩散性很强 穿透性也很强 这八个特性是其他的抗氧化剂所不能积的 所以才被日本的企业者和他们认为 清坤是接近完美的抗氧化剂 所以它可以办到其他抗氧化剂它所办不到的 比如说像刚刚教授有提到扩散性比较厉害 那刚刚还有提到的就是说可以穿透的脑血评仗 那脑血评仗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脑血评仗就是说我们脑跟血的中间有一个障碍 那么很多婚子都没有办法穿透过去 那么因为清婚子很小 它有办法穿透过去 它跟这个我们刚刚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这个 跨境生肢症或是这个失智症 对不是像这个其他有关这个保护的一些病变的疾病 那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概念 有有有有报告过 他们当然都是用动物做实验 那么这本书里面也有写 那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它穿透这个脑血障碍以后 去保护你的脑部 OK 那脑部呢 是把你的氧化压力压下来 OK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 好冲荒 或者是发生肌症 或者是健康症啊 什么之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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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